欢迎来到这个新奇的云端世界 这个周末是个不平常的周末 在国际间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跟军事和武力有关 首先我们看看 在前几天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第一艘的航母辽宁舰 在军舰的护送之下 通过了台湾海峡的海域 失望何处呢 香港 目的为何 当然说是为了回归20周年的庆祝活动 从7号开始 它进入了香港水域 也是头一次如此接近的 让民众看到它 接下来有两天的时间 开放给大家参观 不过是限于有票的民众 而且上传之后 不得做任何摄影 同时也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那此行究竟是为何呢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 庆祝是主要的目的 不过可能还有更潜在的意义是 这是辽宁舰成军以来 第一次如此的开放 以及如此的接近一般民众的视线 显然这是一项重大的展示 也是似乎要建立一些国防的自信 因此它是属于国防教育的一环 当然最重要的 这次展示的地点选在香港 目前香港很多的民众的意识 似乎有不同的考虑 因此很多人认为 此行此举 是把辽宁舰当成一次重要的 爱国教育的基地 辽宁舰这两天的参访 以整个的过程 势必给香港人民留下很多讨论的话题 我更多的话题是集中在7月4号那天 北韩又来了 还又发射了一次飞弹 我这一次被认定是一枚非常成功的 洲际弹道飞弹 射程相当的远 如果它调整好角度 而且准确度够的话 几乎可以射到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了 因此如今美国非常的紧张 刚好就在7月7号跟8号两天 世界20个国家领袖在德国汉堡 召集G20的峰会 当然主要主题就是如何处理北韩这个大危机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自从美国宣布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之后 这个气候协议 人类究竟还要不要拿出共同的心力对对付呢 川普是不是还能够回到这艘船上呢 这也是这次主要的议题 当然场外还是很多的民众抗议 不过川普本身就是一个反国际主义的人 因此这次来讲 抗议的民众似乎更加把矛头对讲的是 究竟这次国际间是要走向合作 还是走向一个分裂的世界 当然国际领袖这次更重要的是 有一个场合进行各项的场边的各项会谈 他们彼此对谈的焦点很多 我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 川普跟普丁这两个人 川普打从选举到现在 他头上的那一个通恶的阴影始终没有回去 这一回他终于跟普丁交手了 全市的焦点都在这场两个人的相会 这么复杂的一个周末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北韩到汉堡 从军舰到核武到美国到俄罗斯 这么一个周末南瓜之下 您应该有哪些了解 而等一下我们要告诉您 北韩的弹道飞弹设施 它背后军事预算以外 这个国家名声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相机快门声此起彼落 G团体高峰会焦点都在这两个人身上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国总统普丁首度正式会面 两人握手 川普主动出击 但只短短的握了两秒钟 只紧了点 想必跟托俄能疑于 及俄国骇客入侵美国大选 脱不了关系 这场局团体会外双边会 只有美国国务卿提勒森 以及俄国外长巴布洛夫参加 原本预计进行40分钟 没想到持续了两小时又15分 川普一开头 就与俄国干预大选提出质疑 但这说法马上被打脸 白宫说川普根本没有接受恶无的否认 甚至早把丑话说在前面 除了双边会谈 场面聚会中两人 不经意的碰面 还第一次握手 川普先用左手碰触 固定手臂 还拍他的肩膀 两人笑容满面 似乎彼此欣赏 但交情也禁止于此 稍后的领袖高峰会 以及大合照两人择事 离得老远 因为川普眼前 除了通论门疑云缠身 还有一个超级头痛的大麻烦 在眼前 北韩核武导弹 川普在G攤子嫌隙 现在推特上骂金正恩 难道没别的事可做吗 更指责中国 没有尽力管束北韩 还放话要对付北韩的恶劣行为 因为就在美国7月4号国庆 北韩近在早上9点39分 从平安北道成功的试射一枚导弹 飞行40分钟高度超过2800公里 最后落在580英里外 约为93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飞行高度与时间都创下历年来试射记录 火星14型是北韩首度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 北韩官方表示 这次以对大洋角发射 如果是标准轨道 最远飞行距离超过4100英里 约为6600公里 可涵盖美国阿拉斯加州 北韩国大洋角发射 我不知道,我們會看到什麼事情 我不喜歡談論什麼我計劃 但我們在想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駐海美軍與南韓軍方 在東海岸舉行罕見的聯合軍演 發生陸軍戰術系統 ATA CMS 地對地飛彈 以及南韓自行研發的 玄武二型地對地飛彈 15艘軍艦則是在東海海域發射多枚導彈飛彈 以實際行動展現強大的防衛能力 南韓軍方也公布一支宣傳影片 說明對抗北韓飛彈核武攻擊的三大戰略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首都公開 金牛座巡弋飛彈 號稱可以精確命中金正恩的辦公室窗戶 北韓的飛彈核武攻擊 我們和武漢國的安保 和國民的生命 威脅的生存問題 我們在任何情況下 北韓的威脅 擁鑊 該如何處理北韓 美國似乎也沒有 談判籌碼 因為上千門北韓大炮與火箭發射器 瞄準南韓收尾地區 一旦開戰 ının變成大災難 川普曾誓言 就不让北韩发展可攻击美国的导弹 如今飞弹已打到家门口 一个俄国 一个北韩 川普这趟G20之行 蜡烛两头烧 北韩的不受控 最让他无计可施 成了G20峰会中最乌云照顶的头号大患 接下来是一个惊悚 而且令人难过的故事 画面中的他叫张颖颖 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硕士生 今年他获得一个难得机会 以奖学金 前往美国伊利多大学的香槟校区 担任一年的研究学者 这应该是人生的一段幸福过程 当然他很兴奋地前往校园 但就在6月9号那天 他搭上了一辆陌生人开的车子之后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见到他的行踪 如今一个月快过去了 整个事情发展如何呢 警方跟美国FBI认定 他陷入到一个恐怖而病态的绑架案当中 凶手就是这名男子 这名男子已经被捕 但他没有承认任何事情 而张颖颖的行动到目前仍然是一团迷 因此算是破案了吗 刑事建设专家李昌玉 也对这个案子发表意见 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件变态的恐怖的绑架案 如果是的话 经常这些受害者会被这些绑架的人 放置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任他生死 因此还建议警方应该赶紧速度 继续去缩小包围圈 努力地寻找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希望还有可能找到还活的张颖颖 其实所有人都在祈祷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给中国大陆社会 带来了一个莫大的震撼 很多人在讨论张颖颖当初错过了 或疏忽了什么 或者他忽略了在西方社会中 经常看待东方女性 就认为她可能是和善可期 又或许我们的父母 对于孩子的防范教育又少做了什么 总而言这件事情 引起了很多人讨论 不过最重要的是 真希望这件案子 还有那奇迹出现的可能 她就是在美国校园失踪 骗寻不着的中国教换学人张颖颖 而这是她的最后身影 在校区内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从此音讯全无 有着甜美笑容戴着眼镜的张颖颖 今年26岁是北大硕士高材生 4月才刚到伊利诺州大学香槟分校 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交流学习 两个月不到 竟踏上了不归路 6月9号她穿着浅灰色上衣 戴黑色后背包 在下午1点35分搭上公车 准备去租机构签约 还传简讯告知对方会迟到 随后1点52分下车 戴着棒球帽的她 原本要转搭另一路公车 却在9分钟后停在这个路口 监视画面拍到2点01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面前 双方短暂交谈后 张颖搭上车 从此消失无踪 租机构在37分钟后 也就是2点38分传简讯给她 以无人回应 事发后这几个星期 全中国紧盯着离奇失踪案 FBI更在5天后介入调查 已经找到了张颖颖失踪之前 所乘坐的汽车 并且呼吁公众继续提供 有利于破案的线索 车主是同校物理系的28岁博士生 克里斯腾森 她身兼助教 没犯罪前科 15号首都被约谈时 态度沉着 声称看到一名亚裔女性站路旁 好心再踏一程 因转错弯对方开始慌乱 于是在几条街后让她下车 但FBI却发现 车上副驾驶座已遭刻意清理 于是不动声色展开监听 一直到28号 她在一通电话中说 自己绑架张颖颖并带回住所 FBI警方以绑架罪正式逮人 邻居眼中她安静有礼貌 不擅长社交 为何绑架张颖 手机透露了线索 两个月前 她上过一个名为 绑架101的网站 看过完美绑架幻想 计划实行绑架等内容 似乎早在预谋 夸张是她被逮前一天 还参加学校 为张颖颖祈祷的游行活动 大辣辣走在游行队伍中 身穿黑T的男子 就是克里斯滕森 还面带笑容 最后这张大合照里 她站到最后排笑得很诡异 游行后还继续参加祈祷音乐会 中途才离席 真的是沉迷绑架过了头 让她起心动念 展开一场绑架游戏吗 最近两场法院公厅会 嫌犯出庭态度冷漠 拒不透露细节 张颖颖人在哪里依旧沉迷 警方推敲恐遭不测 上百名示威者聚集在伊利诺州法庭外 几乎声援 台报写着 盈盈我们等你回来 我们与盈盈同在 以及停止校园犯罪 尽快尽快找到盈盈 我们想早一点带她回家 我们希望可以获得社会各界 所有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早一天将犯人绳之以法 并且处以最最严厉的惩罚 只是张颖人还找不到 法院能否以谋杀罪处以重刑 仍是大问号 加上伊利诺州已废死刑 最多也只能求处无期徒刑 两位素媚评生高材生 竟发生如此离奇绑架 中国留学生赋美深造的梦想 也因为张颖颖从此蒙上一道阴影 癌症夺走了很多妇女的 宝贵姓名 甚至当她们还很年轻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是在日本工作的女主播 我当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的处理态度 跟其他工作人物很不一样 她把她在跟癌症末期搏斗的 所有过程都在她的社群媒体上公开 跟网友们讨论 接受大家的互动跟鼓励 当然也因此呼唤起了 社会大众对乳癌防治问题的重视 当然大家最后不舍的是 她还是最后离开了大家 尤其当她先生公布这个讯息的时候 她的痛苦的表情 更令所有日本社会为之震撼 当然这个事情如今 已经过了稍稍的一段时间 当大家还在思虑之余 她的先生 她的工作 以及她的两个小孩 她们如今又过得怎么样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跟癌症搏斗家庭 她们的重生故事 她是日本电视台主播小林麻羊 并释前专业形象甜美笑容 深植人心 左访家庭地震灾区 与灾民同心 好几次在镜头前 留下感动泪水 有心采访每个故事 都让她感同身受 这份最爱的工作 也让她遇到 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她们的工作 也让她感到有所谓的 新潟的中越沖地震 也让她感到特别的 印象中最重要的人 你好 你好 初词 我是《News Zero》的小林麻羊 请勿托 这天专访的对象是歌舞伎王子 海老藏 出生三百年历史的梨园之家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不到一年决定 共度余生 好 二人入場了 歌舞伎王子和主播公主竭梨 这场世纪婚礼 关盖云集 为了全力支持丈夫事业 麻羊辞去最爱的主播工作 努力成为离缘贤妻 婚后两年 一对儿女陆续诞生 一家四口美满家庭 献上多少人 不奈王子汉公主的弥满生活 无奈王子汉公主的弥满生活 七年后嘎阳而至 在六月二十二号这一天 画下四月 爱してると言って 彼女が その一言 泪いちゃますよね 泪いちゃますよね その一言 愛してると言って 本店それで そのまま 旅立しました 这一刻多少人跟着泪崩 三十四岁的年轻生命 就此做事 留下一段 三十四五岁的儿女 ずっと マオのそばを離れました 彼女の横で ずっと 寝るて 言って 寝てました 認識はしてると思いますね 麻央離世 留下无限惯息 所属電視台 特别制作一小时特别节目 追到这位 微笑天使 この席に マオさんが座ると本当に スタジオが 一気に花が咲いたように 明るくなりましたね 帮上淡妆 戴上假髮 这是五個月前的麻央 離愛後首度受訪 未想到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字 2014年2月 麻央發現乳房有硬塊 被誤診又延誤就医 不料10月被確診乳癌時 癌細胞已擴散淋巴 這時她選擇對外隱瞞病情 一邊抗癌 也繼續扮演好先妻良母的角色 外傳夫妻倆賭信風俗療法 拒絕正規療程 這時已離癌兩年 惡化快速 癌細胞擴散到肺部和骨頭 庭院後 麻央開設部落格和病友 分享心路歷程 十個月以來 352篇文章 憔悴病由抗癌痛處都與大家分享 一開始她還能吃粥 後來癌細胞轉移到下巴 說話咀嚼都變得困難 只能喝果汁補充體力 但他仍積極面對 我為了 我為了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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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央還確信自己會好 能回到孩子們身邊 還自信要成為更好的妻子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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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吉隔天 海老葬牆悲痛 照常宮延 与麻央生前最大欲望 又是不愿自己的死 让家人生活成本 甚至四岁儿子 迟路公演也照常登场 又这是麻央生前最期盼 看到了几下 就在十公尺高空 前儿子不会去排挥挥手 替你爸爸告诉他 飞得越高才能让他看到 儿子继承一波 在舞台发光发热 此情此景 不然今后是看得到了 让他的爱 他的精神将守护一队儿女长大 也可以对人们 继继重效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和您再会 再见 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